同样也是跟台海局势有关 就是美国军舰在今年第十度通过了台湾海峡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脸书上证实 飞弹驱逐舰贝瑞号在14号航行经过台湾海峡 美军更喊话说 这是展现对印太区域自由与开放的承诺 也被解读是要吓阻中国解放军 专家研判台美之间的交流 最有可能发生的所谓的十月惊奇 很可能就是美国的军舰直接停泊在台湾的港口 虽然说这个几率很低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那么到时候台海局势恐怕会再先波澜 美国军舰横渡太平洋如今又来台海现身 驱逐舰乘风破浪美军全神贯注 太平洋舰队脸书再发文 第七舰队飞弹驱逐舰贝瑞号航行台湾海峡 表明美国对印太区域自由开放的承诺 未来持续在允许范围内飞行与航行 军事互信机制的传达 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 一定会有所回应 向美国的盟友展现他的承诺 所以这是一种双向的新兴的建议 国防部同样发出新闻稿 美舰由南到北航金台湾海峡 国军全程掌握秀台美军事默契 贝瑞号以美国海军之父约翰·贝瑞命名 光是今年就在四月十月三次航行台海 加上其他美国军舰 今年已经十度由美舰来访 也被解读是要嚇阻中国解放军 共军一直企图把它变成内海 那我们也乐见各友军 维系这个地方保持国际开放的航道 去年八月美国海军研究船 首度造访基隆港 现在更有专家研判 美台交流十月惊奇 美国军舰可能停泊台湾 作战舰艇的话 可能在特殊的情况 未来也不排除会有这种选项 中美协议防的时候 美舰都靠港过 剩下就是说在合一的时机 美中台海军事角力越来越频繁 台海局势恐怕再度升温 旧城武强 郑居伟台湾报道